这礼拜在全球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 大家都在讨论 就是之前在冷战期间 美国的雷根跟苏联的戈巴契夫 签的中诚核武条约 现在川普说 我不玩了 我要out 先请到三位来宾 你们先用个白板写一下 他到底心中的盘算是什么 不过在举牌之前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戈巴契夫对于川普要退出 他说这是一个不治之举 那川普就是说 你们俄罗斯之前也没履行 除非俄国跟中国来跟美国谈判 那我再考虑要不要继续维持这个条约 俄罗斯说 我们是被迫采取军事科技在内的报复措施 德国说我们的关系 这关系到了欧洲核心的利益 他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这个条约 英国他们的表态是跟美国站在一块 那法国呢 是不希望看到任何单边主义片面的决定 那三位来宾认为 川普心中他喊要退 主要原因是 委员讲制衡中国 然后明杰讲的也是要制中 老大讲的是利 你讲利什么意思 首先第一个就是 你要知道美国一个政策叫做 它叫军工复合体 就是军事跟工业 它是一个复合的 这是它最大一个利益 那你现在一个中程导弹 它现在决定退出了 退出了就是它可以射中程导弹 那它是不是要花一些钱 那花一些钱的话 是不是刺激到俄罗斯 也要制造一些中程导弹 那制造导弹 那北约是不是紧张 那等于北约在紧张是不是要增加军费 那整个来讲说对这个 军火商赚的 对美国来讲 美国两个大商 一个军火商 一个烟商 是对美国这个政治人物是很重要的 这两个 这两个 两个集团 所以他在做这个时候 他讲中国没有定这个约 你关中国有什么事 当然你如果在这个情形下 中国没有定约 你原来那个约也没什么意义了 而且那个约就是一个对俄罗斯来讲 就是说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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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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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呆子 就被被上美国当嘛 就割巴欺负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是定的哈 他是会 所以你要讲说 所以他俄国有一个笑话 就是说 他能跟小孩讲 哎呦 你那个那个使徒书说 哎呦 你那个割巴欺负的脑袋啊 是亡党会亡党亡国的啊 对不对 所以他是那个时候定的 那现在那对美国来讲 忠诚本来对他讲并不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那么大的 两个大羊把他保护住 他要干什么 俄罗斯可能俄罗斯对欧洲啊 那这北约也很紧张啊 他对他对俄罗斯啊 所以当这个互相竞争的时候啊 这川普啊 这裁员滚滚的 所以对于川普心中最高的一个价值 可能就是乱 才能够卖 因为你乱 然后军事竞备 我就可以卖东西 背后他有多少的军火商的利益 刚刚委员提到的是连俄制中啊 我们说制衡中国 制衡中国 我们来给他看一下制衡中国 明确写的是 抗论之中 我们给他看一个 因为马上在11月 川普在G20要见习近平之前 现在敲定了 要现在巴黎跟普丁会面 因为美方如果是要退出 在之前冷战 跟俄国双边签的这个 中哲核武条约的话 那俄国的态度 格巴西夫是说这不治 但现在的普丁心里面的OS是什么呢 看起来他愿意跟川普见面 好像也没太生气啊 你怎么看 我这个事情事实上 刚刚讲的没有错啊 格巴西夫是有点被骗了 因为后来 苏联是销毁了1936枚 那美国只有859枚 所以人家就觉得苏联太老实了啦 而且后来有一些爆料啦 说苏联是就真的销毁了嘛 那美国在销毁之前 因为你去只能够检查一天嘛 那美国是把那个重要的零件拆掉啦 然后还装在11个货柜 然后苏联的专家在那边看半天看不完 然后最后只要签收这样 反正就是那个过程啦 然后最近事实上也发生了一些事啦 就是说比如说苏联 俄罗斯后来也做了中程飞弹被抓到 他说这个9729实际上是中程飞弹 那俄罗斯也认为美国做的无人机 也相当于中程飞弹啦 所以这个条约事实上实质上已经意义不大啦 而且当初因为是美二千了嘛 所以变成 中国变成最大的获利者 因为中国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能力 后来有这个能力啊 那500到5500都算中程飞弹短程飞弹 那结果竟然就造成了整个太平洋的飞弹的布局 明显是一面倒啦 就对中国太有利了 是 所以现在事实上当初在签这个约的时候 就有一个争议啦 就是战斧飞弹算不算中程飞弹 那后来钻在船上的就不算 可是呢美国就觉得陆基型的没有啊 是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想把战斧飞弹 装到关岛跟日本上 哦 这样子 制衡中国 制衡中国当这个国际间有一个讨论就是 基本上对于美军或者是川普的心动来讲 在中程这个飞弹部署上面 其实美军还蛮忌讳两个来自于解放军的飞弹 包括了有关岛快递支撑的东风26B 以及航母杀手支撑的东风21D 刚才明杰写的也是要制衡中国嘛 联俄制中 抗俄制中 我两个都抗 要补充一下 是跟这两个飞弹也有关联系吗 当然有 那为什么会把抗俄写在前面 自中写在后头 就是说我观察川普政府的国安政策 就是说一连串最近全面性的反制中国 当然中国已经变成一个美国的头号假想敌 但是在所谓的中程这个核子武器的这个条约废除上头 我认为他的主要目标事实上 针对俄罗斯的性质是比来中国来的要强 因为这一个这一件事情不是突然冒出来 不是川普突然间想到这个 然后就好我要退出 这个事情事实上已经在美国国安部门 内部整体做评估已经超过一年之久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美军的参谋联席会议 就得到请知 就是刚刚委员提的俄罗斯疑事 会在这一个欧洲的边境那边 去部署所谓的9M729陆基型的巡弋飞弹 这一型的巡弋飞弹到现在为止 还非常的神秘 但是据说它的射程基本上 有到2500到3000公里 那等于说这样的一个飞弹的威胁 让美国认为它在北约的这个驻军 甚至盟国都遭遇到可能一定程度的 威胁跟打击 所以去年内部他们就开始在这个 针对这个情势做研判 也准备要提出所谓的反制 那我们再早一点看到 今年年初的时候 2018年1月事实上 川普政府提出了它一份 叫核武态势评估的报告 这个报告内容主要是要充实扩增 这个更新美军传统的核子武器的 这个弹药库 因为很多核子弹头可能都预期了 那没有这样的经费去更新 它的核武的力量事实上在衰退之中 那中间被卡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受限于INF这个条约的限制 导致于它很多核子弹头 就算它有库存 但是它没有载台 所以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中间的这个range 等于没有这样的一个载具可以去使用核子弹头 这本来川普政府内部已经处心继续想要来做这件事情 那这时候刚好俄罗斯有一个所谓929 陆基巡异飞弹 这样的一个敌情的威胁 让它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我可以来进行所谓的这个核武的 核武库的更新 甚至预算 它准备未来30年要花36兆 这是多少钱 它今年的预算也不够22兆 要有花这么多的钱还是要有它的正当性 所以我认为俄罗斯是它首要在这一件议题上面的目标 第二个目标当然中国这个当然是也不能够排除在外 特别刚刚主任谈的两种 关岛快递航母杀手 东风26跟东风21 事实上如果按照INF的这个标准 其实解放军这20年来发展的弹道飞弹 或者巡异飞弹95%可能都要销毁掉 不是只有这两型 除了东风11 可是他没有加入条约 对 但是如果所以现在川普说也要把中国拉进来 中国怎么可能去参加 我们自己放下屠刀自己投降怎么可能 这95%为什么这样讲 除了东风11射程大概是 它是这个短程飞弹300到500公里以外 从再往上的东风15 东风16 甚至最新的东风17这高超音速的武器 到东风21D到东风26 通通射程是在5500公里到500公里中间 那这些又是它最主要的这个弹道飞弹的主力 跟它的这个对美国最有威胁性的这个武器 那它把这个销毁掉它真的还玩什么 所以中国到某个程度 因为这个它反介入的这个战略 所以要让这个美军的航母 不会进入所谓到第一岛链 那发展出东风21D可以打击航母 东风26甚至它的射程可以抵达关岛 那等于说这个对美军来讲 当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是是 我们来看其实基本上这条约 你简单用白话文讲的就是 俄国闷了 美国有点急了 但解放军冷眼旁观 你们的事情你叫我去跟你谈没可能 但是我们来看这个请教老大 普丁他去接见美国安全顾问Borden的时候呢 讲的话是蛮算蛮讽刺的 他说你看你们美国国会上面有只老鹰 他的一只爪子抓着13只箭 另外一只爪子呢 是抓着象征热爱和平的橄榄枝 但你现在是老鹰 已经吃完了所有的橄榄枝吗 因为看起来你现在就是到处去冲冲冲 感觉只剩下箭 但是对于这样的讽刺的言语 这个自走炮 川普他过去就是随时会发推特 他现在也没发推特 对于这个普丁的冷言冷语 你觉得他为什么特别这段时间先忍下来 第一个在江湖话有一句话 就是这个不要脸的是怕不要命的 所以普丁是不要脸的 对那川普他常常讲话不守信用 是不要脸的 那普丁他是不要脸的 那第二个呢 普丁呢跟哥巴奇夫呢 正好是两个极端 一个是老上荡 一个是老让对方上荡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就是外面几乎都已经传 普丁握有川普很多怕人知道的资料 所以什么都不看医生 川普不怕违法 违法他有的是律师啊 他有这个年纪 他拖个20年没什么关系吧 但是川普很怕他的一些就是说 有损他雄风的这个录影带出来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你不要讲说 俄国这个民族 我们讲老实话 日本人怕不怕俄罗斯 对最怕 他战斗民族 对 所以美国这个商业民族 商业民族是唯利自徒 但是他碰到战斗民族的时候 他是会会那个 所以他维特也不敢 也不敢那个 因为这个 他了解普丁的个性 是 这个我今天学到一句名言 不怕脸的 不要脸的 不要脸的 怕不要命的 这个是非常让大家印象深刻 来 虽然川普宣布要退出 忠诚的核武条约之后 请让三位来宾 接下来亚太地区 会不会掀起新一波的军备竞赛 你怎么看 Yes or No 然后大家认为不会 两位会 来 军事专家的角度分析 给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会军事竞备 军备竞赛 基本上美军他自己本来就有相关的计划 要扩增他的 我刚刚谈到核武的武器库 另外就是说 刚刚委员也提到 其实这个INF 他当年限制这个射程 事实上只有陆基型的弹道飞弹 跟巡翼飞弹 那没有限制所谓舰载型的 或者是空射型 潜射型的巡翼飞弹 换句话说 美军的战斧飞弹 事实上他射程可以2500到3000公里 2500到3000公里 那他事实上 他就算是没有在路上发射 陆基型的 你看他透过这个伯克级的神盾舰 或者提康德罗加级神盾舰 或这个个型的维基尼亚潜舰 这一个洛杉矶级潜舰 上面通常都有战斧飞弹 空射的话 基本上这个B-52 他都可以挂载 那所以等于说 他的个型的巡翼飞弹 某个程度 他的火力是够的 但是为什么还要去搞这个东西 我觉得背后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对美军来讲 当然是面临所谓俄罗斯跟中国 在这个中程飞弹上面的发展的威胁 另外一个是成本考量 为什么这样说 陆基型的这个巡翼飞弹 他有比海空更多的优点 第一个他的载台比较便宜 陆基型他的优点就是说 他又可以这个长逆 然后可以这个因为大量部署 因为你从 透过譬如说战机挂载 或者是这个军舰挂载 你虽然是隔很远的距离 所谓远距打击 但是你还是面临敌方 譬如说来自空中的个型的威胁 你这个载台被击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是陆基型的好处是说 我是掩藏在山洞里面的 你卫星是拍不到的 你没办法侦测到我 所以他们现在等于说 除了这个现有的战斧飞弹之外 他未来还要发展一型叫LRSO 的长程逆中巡异飞弹 它的优势是比战斧 它的外观的这个设计 气动力设计就是逆中型的 那等于说未来他要用这个来取代 包含像他们现有的空射的 AGM-86B型的各型的 现有的这个巡异飞弹 那未来如果把它当成陆基部署 就像刚刚委员谈到的 夏威夷 关岛 这个甚至在冲绳 你都部署对中国来讲 就是如同在他家门口 这个威胁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看当时的军备竞赛 在美国之间 托垮了俄国的经济嘛 强国后来就一蹶不振 那现在如果重演的话 委员刚刚也认为 会重演军备竞赛的发展的态势 中国大陆可能会重演历史吗 经济会受到拖累吗 其实主要不是飞弹 当时是星际大战 星际大战 那个当时都有飞弹防御系统 有飞弹防御系统 雷根那时候也喊 那坦白说主要还是因为 苏联的经济失败 所以他支撑不了这样的军事体系 可是中国的经济跟苏联 不能比啊 对不对 所以说中国你自己的经济放缓 也有6%左右 那他要支撑军事的持续的成长 问题不大啦 所以我觉得恐怕 美国不是这样想的 所以现在的中国大陆 不要把它想成是过去的俄国 用军备竞赛拖累 我觉得还是敏捷讲的比较对 就是一个制衡的概念 制衡的概念 不过当然外界的想象就是 你现在打贸易战 军备竞赛 或者在台海这边做军演 打擦边球 是想尽办法让中国被激怒以后 做点事情 想尽办法要让 崛起中的中国大陆 在成为更强的强国之前 去先削弱他的一些实力 达达您怎么看 这是川普的心中算盘吗 会得逞吗 首先我对刚刚那个退出终神核武条约 写个打游士 他退约是给俄刺激 他刺激俄国 连带北约也着急 武装冲突才有力 符合军工复合体 军工复合体是美国的一个制度 那至于现在讲到这个 大家知道就是说 这个美国是老大 现在中共你要跟他争老大 那你要知道一个大国 他一定是五个方面 第一个才是军事 只占五分之一 第二个是经济 第三是金融 你像现在美国 以前美国什么 石油要以美元来买 那你现在中共讲说 要用人民币的话 那对美国来讲 这是很大的 那再来最重要的是科技 所以你中共赚美国的钱 美国还好 那你现在偷他的技术 2025中国制造 这个是他受不了的 技术转移 技术转移 他受不了 还有再来就是文化 所以很多是要 这五个方面去那个 所以他现在跟他来讲的话 就是讲是讲这个经济的 但是你就会影响他 你看他现在那个P2B 那些都有影响嘛 会影响他的金融 然后呢 那有些让步了 他也不敢说再跟你要求 太多的技术转移 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说 这个打是很多方面去那个 全方位的 很多方面 但是就是说你要知道 就是说中国大陆呢 他这个情况就是说 他也有一点 他也不会在乎你的 第一个 他对内控制力很强 第二个他内需很大 那第三个他不选举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他可以 所以他可以说了不起退回20年嘛 他可以整个应征了 所以这两个就是说 他也不敢争动互相较劲 那较劲到最后呢 那中国他给你武器他不给你那个 我刚刚讲为什么会紧漏呢 因为你这边讲的是亚太地区 其实在欧洲会 因为这就算就是俄国跟北约嘛 对不对 但是在中共他不提 他不要跟你争嘛 他慢慢的随着他的进步 就是你知道你最起码到2050 他可能就跟你差不多了 纵干国际的局势啊 时间应该是比较站在中国大陆 这个我也补充一下 老大 事实上大陆确实就同时跟日本跟欧洲交好嘛 是啊 目前看起来是 要来化解你的攻势嘛 是 那可是美国一定会去卖飞弹给日本 对 所以日本也是非买不可 是 这个我也补充一下 刚刚军备竞赛这个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会不会拖垮中国的经济 我觉得要看他发展什么样的武器 对 如果他是发展传统廉价的武器 当然不会 但是我们看到 他现在要发展所谓的航母战斗群 航母战斗群是非常昂贵 你知道福特级一艘4000亿台币 你一年维持费是600亿最少 那他未来要发展武器的话 你算一算要多少钱 另外像这个刚刚讲的东方21 26这样的弹道飞弹 事实上那一枚要将近1亿啊 你有没有这个钱去烧 我觉得这对解放军未来来讲 他也是一个严重的挑战